YouTube频道观看次数超过五百万次啦 那订阅人数超过一万二一万三 因为最近看 所以那 再来的话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啊 除了YouTube啦 部落格会写一些东西 不过也稍微 因为Google有写信问 我说要不要加入他的partner 我想说partner 什么好处呢 他说每个月会给我钱 那我想好啊 那我就申请加入 真的果真呢 Google不是骗人的 而且每个月都会付一些费用给我 所以我后来最近发现 真的有一个职业叫YouTube 加一个R YouTuber 他的职业就是每天拍影片上传 就可以领钱生活了 OK 而且这种人越来越多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样 因为那些人 他的职业就是每天拍影片上传 然后最后跟你讲说 不要忘记什么 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什么之类的 我发现 蛮好的 因为他变成说他有另外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网络上订阅我频道的人其实不是只有在台湾 全世界只要听得懂华语的 他都会 也想学嘛 其实像 像什么香港啦 澳门啦 马来西亚啦 其实很多华人 他们想要学 他们想要学 可是不见得有管道可以学 或者是台湾好了 能够学习这样的课程的也只有在大台北地区 中南部的人怎么办 所以常常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到中南部上课 其实这可能性相当的低啦 OK 因为台北的课都教完了 怎么可能会跑到中南部去呢 OK 那另外当然就是因为症状的关系 有一些这个邀约 然后再来有关参考用书 我是建议如果你函数不熟的话 可以参考这一本 这个三秒钟搞定 里面的话就教你函数怎么进展到BBA 那我有一些范例也会参考这边 这本书 那作者凌文公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这课程里面也会参考到这些 我觉得这本书还不错 它的优点就是说它的范例非常的多 它把Israel里面的范例分成九大类 我是分五类 它还分九类 不过我发现有些类其实用到的机率非常的低啦 所以就没有把它加进来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里面有九类 有468个范例 那如果你可以把468个范例全部都做完 那我想你应该在函数的应用应该已经非常的厉害了 但是它有几个不足的地方 第一个 因为这一本书的作者 是对岸的 直接翻过来 所以有些范例不太合适 像什么呢 身份证的验证 它的身份证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个范例有些基本上我就跳过了 那第二个的话 它里面呢 专注是在函数 指的是Israel有的函数 那它里面基本上没有讲到任何制定函数跟VBA的部分 所以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会引用它的范例 可是我会再加上我自己 比如说VBA的部分 还有它解那个 解某些例题的时候 我是觉得解的有点 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 题目是用它的啦 那逻辑也用它的 但是解法是我自己的 那里面好几题是这样的案例 我觉得它题目有些还不错 所以这本书468招 刚好我们这一次的那个上课用书 那我就请承办人帮忙订 就是用这本 所以下个礼拜 你们应该会收到这本书 所以你不用买了 这本就有了 其实这个篇幅也不算太少 那你有空的话 自己可以再练习 那这里面468个 如果全部都做完的话 我相信你在工作上 哇那函数的功力应该就很够了 那再来就有关VBA 刚刚是函数 那VBA的话 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对于城市设计的概念 比较薄弱的话 这边有两本参考用书 也许可以买来看看 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两本啦 坊间一堆 像隔壁重新栏录 那个天龙书局 其实就有很多这类的书 那像这本是日本人 作者是日本人写的 所以他其实写的 还算蛮 观念上面都还蛮OK的 那这本也不错了 那这本是 尽量可能把那个VBA写的很简单 所以他的书名也取得相当的好 一点都不难 那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OK 所以其实还蛮爽动的 但是一点都不难是 像我看是真的一点都不难 不过你们看 倒也不一定 OK好 那其他的话 像比较进阶的 跟那个 这些书不用抄 在讲义里面都有 所以你只要讲义打开而已 里面都有这些东西 那还有像跟资料库有关的 怎么去活用 那比如说呢 怎么去连资料库 其实以VBA来看 他只要外挂一个ADO就可以了 不管是SS也好 或者MS SQL MySQL Oracle 其实都很容易可以存取 完全没有问题 OK 那当然这里面书也有提到 当然另外你可以用外部的资料库 你也可以把ECEL当资料库 就是因为ECEL 在2003以前的版本 他一个工作表的比数最多是 65536 6万多笔 可是在以SEL 2007以后呢 他已经增加到1048576 就100多万笔了 所以如果你拿这个来当成资料库 存一个小量资料 100多万笔也够了啦 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 以前的那个ECEL很容易跑一跑跑到荡掉 那现在因为我们电脑的记忆体 已经增加很多 他们 你电脑应该至少都插2G 4G 8G 甚至插到16G 像我电脑就直接就插到16G 所以跑起来 完全不会像以前会荡掉 所以大量来跑 再跑大量的资料 以前不行的现在都变可以了 所以 因为这样的关系 也是有VBA 用来做资料库 越来越普遍的被这样来使用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思考说 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用SS 所以很多公司已经慢慢就不买SS了 SS使用 我想应该慢慢越来越少 以前好像蛮常听到 现在没有了 直接用SS就可以了 OK好 其他还有这本 执掌的记法 那这三本是属于比较高阶的 OK 那待会的话 我们要直接来看文字以色的函数 然后一个一个各个击破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课程 大概就涵盖这些 那如果把这五类函数上完之后 后面还有综合性的练习题 那我们再来看 OK 那接下来的话 待会请各位下载那个练习题 然后并且 先练习一下 这个这一题 当然可以想想看REP加有任 如果你REP加有任 播K的话 你可以先练习 第一个了解什么叫REPT 其实REPT顾名思义就是repeat 那repeat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插入函数 那这边的话 你可以找到文字类的 文字类有这么多 我是建议 它上面都有一个说明 像ASC啊 其实就是应该是ASCII的缩写 那它就是全形转半形 有没有还有什么big file啊 等等的 那里面其中有一个是REPT 就是什么呢 依照指定的次串重复几次 那顾名思义嘛 我要重复什么 这个信号 重复次数呢 是根据什么 100销售量 如果超过100笔 那我就给一颗心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就把这个给它之后 再除以100 那因为这边的话会有小数点 所以我要 当然这个地方按确定是OK啦 可是比较标准的做法是应该把1.58变成1 就是取整数部分 那取整数的话呢 你要想到哪一个函数呢 其实这边有提示 INT啦 其实INT就是整数的意思 Integer 就是把原来是有小数点的 浮点的变成只取到整数 所以后面有点58就去掉 那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直接在这边下一个INT 直接在这边打一个INT 前刮弧 再加一个后刮弧 这个时候的话有没有 就变1了嘛 对不对 然后按个确定 不过呢 我希望把它自重一下 向下填满OK的话 那你要考虑到 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它的裂号会增加 如果裂号增加的话 C1就变成C2就错了 所以一定要记得怎么样 把1给锁起来 所以通常的话呢 一般书里面是叫F4的 不过我是建议 你干脆就锁列就好了 因为你看F4的话 它会蓝列都锁 那基本上因为我只要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会影响的是列 蓝不会影响 所以其实蓝不用锁 OK 那我们就在1的前面 加一个前的符号 把它固定住 它就不会自动增号了 向下填满 OK 那就完成第一个 R1PT的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 因为等一下会用到 第二个用到什么呢 L1N 所以L1N里面 你要判断这一个身份字号 是否正确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两阶段 第一个用L1N 文字类里面的话 L1N 那L1N 不过你会发现L1N底下有L1N B 这个L1N跟L1N B最大的差别 这个B指的是byte byte 意思就是说呢 它会区分这个什么呢 用byte去算 那所谓的byte如果是中文 如果是数字跟英文 OK 在Esser里面呢 都算一个byte 可是如果是中文的话 在Esser里面呢 它就算两个byte 那可是如果你用L1N的话 就不管中文英文都算一个 OK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是 什么时候会用到L1N B呢 其实 有一个地方 比如说你要算一下 你的除存歌里面 有多少个中文字 那你可以用L1N B 跟L1N比较之下 你就知道 因为中间会有差 有没有 L1N B一定会比较多嘛 或者因为把中文算两个字 然后呢 英文跟数字算一个字嘛 那两个相差就是数字 有几个中文哦 OK 所以这个地方延伸性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其实你会发现 那很多那个 Labs也有个Labs B啦 这个B字是by 不过我们这边先用L1N 我要算一下 这里面到底有几个字 那我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哦 那身份字号它的长度 这个显见这两个是错误的嘛 因为标准应该是10个 所以你可以在旁边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这个延伸第二阶段的逻辑啦 不过这个逻辑是简单逻辑 如果这个除存歌呢 它如果假如等于10的话 那表示它是正确的 那你就打个Y好了 反之就是一个N 就是错误 那你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呢 去做逻辑判断 OK 不过哦 这个是分两阶段做啦 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哦 一个阶段做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把这个公司呢 放到这边来 就OK啦 所以这个我想各位自己再试试看 那延伸性会多了解一个就性别 第二码 判断男女 这个我想等一下自己试试看 不过你要抓第二码的话呢 那你可能需要用到密的函数 有没有 切过来的话是第二个字 然后如果等于1的话 那就男生 反之就女生 性别 然后延伸的话 还有几 Labs 这个可能比较难一点的 比如说无 先生 所以这边要写是无先生 先 那用Labs是抓第一个字 那性别 就是用判断 如果是男的话 那你就返还一个什么 先生给我 也就是这边要串在这边的话是 吴先生 OK 称谓嘛 吴先生 因为他是男 张小姐 OK 意思类推 当然 你还可以再延伸就是 住在哪里 比如说如果我希望 这边看到的是 住在台北的吴先生 那你要怎么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这边有三个资料 那当然有的时候 我希望称呼要完整的嘛 住在哪里的 某某人这样 那你该怎么做 我想这个是延伸的练习题 那请各位试试看 好了 Labs 这个我想这比较简单 那Trim的话 这个也是 不过这个Trim有个缺点 就是它针对那个什么 英文的部分是OK 可是 针对中文的部分就不OK 怎么说 你可以用那个Trim 这个T开头的 所以你往下 找到这一个 给它你要的这个储存格 回来的话 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 中华名 中间为什么有 留下一个空白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Trim 它会 因为在英文字跟英文字中间 一定会有留一个空白 所以针对英文是OK的 但是针对中文不OK啊 因为我本来就是要删除掉 所有的空白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用这个Trim就不行了 你可能要什么 用另外的函数 刚刚提过 subtitude 就可以把空白给删掉 那可是会有问题 如果用subtitude的话 会变成英文也全部删掉 所以怎么办 你可以做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它如果里面的字是中文的话 那就用subtitude 如果是英文的话呢 再用Trim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怎么判断说 这个储存格里面 到底放的是不是中文 还是英文 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哪一个函数 它可以帮我判断呢 其实这个里面 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叫call call的话呢 就内码 去抓什么呢 文字里面的内码 来判断 如果它是在ASCII code 因为美国设计的时候 它是0到127 这个里面的话 是放什么 一些数字 英文大写 英文小写 都在0到127里面 那如果是中文的话 就会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那你可以借由call去判断 所以这个呢 你可以想想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些东西 请各位练习看 那待会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主要就是利用这个范例 来探讨有关文字函数这一些比较重要的函数的使用方式 那当然我建议是不要10倍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很弹性 而且很灵活的 可以用在很多工作里面 然后可以达到快速的帮你解决问题的这个目的 加速yi Altyazı M.K. 听说的 Pat